大家好,我是福克 我現在在台灣的新興音樂事工協會負責理事的工作 在此我先向新興音樂事工25週年生日獻上我的祝福 祝福新興音樂事工生日快樂 我記得我跟新興音樂事工相遇的一個契機是在他約20多年前的一個夏天 當時我們與正牧師 當時他應該叫做應該還不是牧師 所以我應該稱為正教授 並且總幹事與仁淳老師聯繫 他是透由我們教會的少球哥以及大瑜姐 因為他們同在休斯頓的教會一起聚會 透過他們的引劍邀請這個團隊到我們教會來主持一個主日的音樂崇拜 印象很深刻就是當時的正牧師 他帶了一個團隊過來在我們教會主持 這也就是這個新興音樂事工第一次到台灣來 就是首發團 這樣子我印象很深的在於是說 當時他們帶來的這些詩歌給我們教會很大的感動 特別是當時發行的兩首 兩首詩歌一首叫做 你是我神 還有另外一首 主耶穌你深藏的愛 這兩首裡面的歌詞 非常地動人 甚至音樂也非常地讓人覺得耳目一新 其中的歌詞 其實呢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他仍然在我生命當中有很大的影響 掀起一婆婆的聯誼 那他時而提醒並且時而安慰我 特別是我去經歷到這個工作還有家庭 以及我個人生涯規劃的一些轉變和突如其來的衝擊 那他都成為一個很棒的一個提醒 那這個邀請也成為我們之後 成為我們這個每年都固定邀請的一個伏筆 那在之後的二十年的期間呢 我們也在台灣成立了這個新興音樂事工協會 我們透由這個協會呢 我們更加地深入在台灣的所有的音樂事工 的一個工作當中 那其中也包括說我們到不同的教會去主持 主日的音樂崇拜 並且還有包括不同的一些敬拜上的訓練 包括領唱包括私琴 甚至包括編曲還有不同的樂器的一些訓練 那也藉由這樣一些服飾的過程當中 我們集結了這個很多在台灣很愛主的基督徒的音樂家 那還有這個傳道人並且弟兄姐妹 那乃至說我們在之後的這個協會成立的之後的 大概一年到兩年之間呢 我們有一個更大的計劃 就是我們邀請了五到六個教會一起 我們在淮恩堂每年的夏天 在淮恩堂我們舉辦了一個很盛大的這個敬拜讚美會 那我們籌備的過程大概三到四個月的之間 然後當我們五六個教會集結在一起 成為一個一百人兩百人的師班的時候 那樣的感動是至今仍然非常的記憶深刻 然後透由這樣的一個敬拜特會呢 我們邀請了不少還沒有信主的這些朋友 他們也被這些師哥所感動到 並且能夠接納這樣的一個珍貴的信仰 雖然我們在歡度二十五週年慶的時候呢 這樣一個時刻我們面臨了這個 前所未有的一個嚴重的疫情蔓延的一個挑戰 但是縱使這個疫情 讓我們沒有辦法一起相聚 我們藉由這個科技 並且網路這個發達的一個果效 我們的心仍然是能夠緊緊的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那我非常期待說未來 在這樣一個解封的時刻之後呢 我們仍然還有更好的這個美好的服飾 因為我們承接的 就像是我們欣欣的一個早期的詩歌 你是我神當中的歌詞裡面所提到的 這樣的一個榮耀是大的美好的 願主保守 那並且賜福新興音樂的未來的事工 在他的帶領之下呢 能夠繼續邁步向前 那並且讓新興音樂事工成為一個福音流通的管道 並且讓更多人能夠認識主 接受神莫大的恩典 感謝大家 掰掰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